陆飞 都十二年了 我以为你早已经不是十二年前 那个幽闭青年了 我没想到你现在还是那个内核 我你可以不养 但儿子你必须养 儿子当初也是我不想要的 是你自己要生养的 你说这是人话吗 行 走走走 我不走 你跟我出来 你跟我出来 你当出去咱们找这街坊四邻平平立 我不走 如果他们说你说这话是对的 我随你的信 行吗 你这是要不过来呀 本来就不过 不过就不过来 你戴什么你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戴什么不过了 你戴什么你 不过你 打 打 打 都过来 不过你 打 打 打 都过来 公议 你戴什么不过了 你戴什么你 不过你 打 打 打 都过来 不过你 打 打 打 都过来 公议 你戴什么 干什么 我来买错误 出去 昨天 对不起啊 我 我不知道那是你家开的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我发誓 你不信我呀 要不这样吧 我拿我自己的秘密 给你换 你不信我 我要是把你家的事情说出去 你就把我的秘密也说出去 你有什么秘密啊 你能听听我说话呀 你有什么秘密啊 我 我有一个喜欢的人 这件事情 我可除了你 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你知道 丁羽阳吗 就是 就是高三二般的 你不是还说过 我就像桃子一样 不管外面看上去多么柔软 还是有一个坚硬的内壳吗 是 壳里面 还包裹着一颗 苦涩的心 朋友 你能不能别把自己 活得这么可怜 你要敞开心扉 你要去谈恋爱 你要让阳光 洒进来 我以后到静老院看过 我看你个大头鬼 你能不能不要把自己 活得这么凄惨 好 婚姻复杂 咱们不提 但是恋爱很美好呀 你不能年纪轻轻 就让自己失去了 爱和被爱的能力 那样就太可怕了 罗飞啊 你跟我说实话 你还相不相信爱情 我相信 那我看你还有救 但我知道自己什么样子 都想祸害别人 你祸害别人 我告诉你啊 现在外面那些姑娘 一个比一个精 自己心软得像海绵一样 还祸害别人 你愿自己受伤 你都不会去伤害别人 我真怕那些姑娘 把你摁到那儿 把你给祸害了 不是 你今天跟我说这么多 就是想让我借手倾倾啊 谁都行 真的 只要你肯恋爱 你肯去爱 人我就不挑了 世人我就欢迎 我就感激 男的也行 他 爱若曼 你为什么又打钱给我 十万块 你当我是男宠啊 我 你冷静一下 我这是帮你解决问题啊 告诉你 我没有任何的经济困难 你说我啊 安卓 你有问题 我是你女朋友 我不应该跟你一起解决吗 我是个男人 我不用别人同情 更不用别人可怜我 罗曼姐 原来你学我这种方法 得到我的安卓的 这不是爱情买卖吗 天哪 你还能不能给我留点尊严了 我不想别人说我靠女人 不想别人 我们有时候 我们都每年 Teraz都要留一家 我们就留在家里 可以忘记的 我们就留在家里 我们都能保养 我们就留在家里 你不能给人家 不必不愧 我们是家里 我们也不是 在家里 是打开 我 不愧 你 没 我们 你 不愧 也有所思 也有所梦 就太轻松了吧 酒店跟机票 我在西窗帮你订好了 你应该收到短信了吧 很细致 谢谢 四天跑三个城市 从北到南 是不是太累了 早都习惯了 真不用陪你去 我也想啊 但是现在是换季 你还是留在大本营 我比较放心 熬夜了 昨天晚上没睡好 一直都在想你的事情 我不是说了吗 我怎么都行 你不用因为我非识 你看你脸色都不好了 我会心疼的 昨晚 有没有梦见我 不想提 安卓 我不是一个特别会处理人情事故的人 但是我们既然在一起了 是不是要做到彼此坦诚 怎么了 突然这么严肃 我不想瞒你 我担心你的经济状况 但我又不想我的轻举妄动 伤害你的自尊 我想找一个 你能接受的方式去帮你 但我真的不擅长 我不明白 为什么女方花男方的钱 就是天经地义 男方接受女方的帮助 就变成吃软饭 如果我们是朋友 我借钱给你 你不会受伤 我不会为难 别人也不会说三道四 反而羡慕我们的友谊 但我们是恋人 姐弟恋 我借给你钱 就变成了一道检验 我们感情和尊严的难题 成了别人嘴里的非议 我不明白了 难道恋人不是比朋友 更亲密的关系吗 我不希望跟自己的另一半 彼此设防 我希望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毫不扭捏地 向我寻求帮助 张口就来 天经地义 我希望我们之间 无论谁累了 谁烦了 伤心了 难过了 能毫不犹豫地去跟对方倾诉 就算发了脾气 也不用担心把对方吓跑 如果只能跟相爱的人 去分享你的光鲜和快乐 那黑暗和难过 还要自己承担吗 相爱既然是这么不容易的事情 大家为什么不好好珍惜 请你帮我 妈妈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早该想明白了 今天这个麻烦 我就硬吃了 艾总 我听说 你要调安卓去当店长啊 艾总还真是举钱不必亲呢 艾总是很有能力的 你看上次街派出事 还多亏了他呢 这新店店长可是个肥差呀 恭喜你啊 艾总 这串争速度 跟做了火箭似的 怎么了 凯瑞有更好的推荐人选吗 这是你们销售部的事情 我怎么好多嘴啊 我又不跟某些人似的 专门喜欢护问别的部门的人 销售部的工作性质 就是要和设计中心 还有品牌部打交道 既然得罪你们不可避免 我就从来没有想过 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护努 我来这儿是工作的 不是来这儿交朋友的 艾总 我没有别的意思 对我的工作方式有想法 大可以找我谈 或者去总经理那儿投诉我 由我改之 没 我也不往心里去 我对待工作 一向是讲公平讲证据 对事不对人 但如果有人故意针对我 或者针对我部门的人 说一些自己没有修养 又网图践踏别人尊严的话 那不好意思 事儿虽然是你先挑起来的 但事情的发展和结果 就不一定是你能控制得了的 我就随便聊聊嘛 艾总干嘛这么严肃啊 我就是这么一个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的人 那个我们待会儿不是还有会吗 我们就先走了 别往自己去啊 太帅了 我知道 安卓 下个礼拜我要去上海出差 你帮我订酒店 我们住同一家 还有 我的机票要从天津 直接出发去上海 好嘞 好嘞 多吃点啊 刚才出店 好嘞 福尔